我真的是對於科技的東西沒有什麼興趣 自從我演戲以來都一直在探討人性 都沒有時間去探討電腦啊科技的東西 所以我對這些東西真的不夠敏感 也沒有很大的興趣要去探討 但是這次真的是為了這個東西 包括當然天心跟我說會年輕很多 要跟人去接了要走出來了 我真的是帶著一個學習的心態來看這個劇本 來跟導演合作跟所有人合作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來一下 對我的未來有好處 因為有孩子也會懂科技的東西 所以就是這樣的原因來 那我看一下這七個可以舉手 誰的科技對懂啊 你是有在注意科技 注意科技 你有沒有注意科技 我們都是會聊會有一些新聞啊 會聊會聊會想知道啊 會會會 會想知道啊 比如說現在可能會改變一些 量子科技技術改變一些醫學上的對不對 醫美 醫美也可以啊 如果人為什麼會牢牢 就是細胞容易死掉嘛 那如果可以讓細胞不死掉 哇 這我一定先買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有道理啊 有道理 天心是希望永生的人嗎 我沒有希望永生啦 活得漂亮 就是對 然後如果能夠就是身體是舒服的 那你就是要永恆之劍 永恆之劍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就是講話比較不容易放 怕我說錯 怕說錯 然後我提醒你說 這個代表簡單 他說 叮叮叮 現在不要講這句話 李千尚要生氣囉 提醒我 我就 就大數據分析 其實我覺得現在 我們的生活 都常常會被科技給讚嘆 哇 可以這樣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類的 享福的地方 可以幫助人類很多很多事情 甚至於可以幫人類做一些決定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本身是會有害怕的 我會害怕 因為我不想我的命運 完全被機械人給掌控 可是如果他做的決策 比你做的要好 我覺得人類還是要有瑕疵 他才叫人類 所以你寧可迷路 也不要用導航系統 對 因為我覺得迷路 會帶給我另外一個經驗 是啦 對 這個 但我 我完全贊同科技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會為人類帶來很多很多好處 對 那你平時在家 貢店的何事 有什麼 哇 我非常少 除非有很重要的東西 手機做不了了 要去電腦 那我一開電腦 我的脾氣就來了 我的老婆就知道 欸他在看電腦了 看電腦了 在填表格了 我唯一我想要科技幫我的 就是幫我填表格 沒有 就是你看 就像包括 你看教兒子讀書好 你看老師 我只要一次兩次三次 我可能火就來了 是 但是那老師就是 一直很有內心 然後我們再來 老師 欸老師不會生氣啊 是是 你要不要這樣教你兒子讀書 是是 好我考慮一下 我考慮一下 哈哈哈哈 這樣多好 那如果有 AI學習軟體 植入你的腦袋裡面 它可以幫助你快速 更快速的學習呢 那可以啊 沒問題啊 但我 我只要把 我剛才一直在想 有些問題要問我說 欸如果 AI對於你有什麼幫助 你最希望是什麼 我真的很希望他幫我讀表格 或者讀那些信 那些官方的信 我看到那些信 我會頭痛 對對對 因為我在新加坡是英語的嘛 我英語很爛啊 所以我希望AI來幫我讀 幫我解釋 欸那是最好 對就幫了我很多了 對 現在缺著GPT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現在只要拍照就可以 是 你看 你看 你看我都不知道 你看我真的小孩 科技小白 對 對 我知道但我沒有去用它 不會用 不會用 那你最近拍完戲之後 有沒有其實多一點 小孩對你 這感覺是 把他有進步 其實沒有欸 其實我覺得小孩子 在科技上的東西 他學會了 他也不會跟你分享 對他不會跟你分享 他會一直自己投入在裡面 我的孩子就是這樣 對 除非我去問他 或者我跟他一起去投入在這方面裡面 但我沒有啊 對 畢竟這是導演的作品 導演在為我們預演 對 而且我相信 這些產品很快就會問世 很快就 我相信 我相信 因為我就是已經這種科技 已經不可逆了 我們根本追不上他 對 其實導演真的你在跟我講 講故事以前還沒有接拍的時候 你跟我講量子 我一直在那邊想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是 接下來拍完之後 市面上就開始有AI的事情了 欸我就會慢慢的更了解 就會更加了解 對 所以可以連上 可以連得上 連得上 剛才聽說 千娜拍的翻車戲是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什麼是有嗎 我剛 他還在問你 什麼 你那個 千娜拍那場翻車的戲 翻車啊 車子在翻 買的新車啊 當然是二手的 但是二手比較有型的車子 好看 然後 對 我們 而且我花一筆錢 你們剛有看到那個 有啊 騙花嗎 有啊 那個車子就是 最後一次機會 對 你好捨得喔 我們拍攝上只有一次機會 我們總共現場架了舞台機器 就是要捕捉到 對 那你們一定會覺得 演員有沒有在車上 不會 我看到獅子翔是不是知道 哇 這輛車在新加坡二十多萬 哪來這樣翻 對啊 就把它翻掉 可是前面是我們真的有在車上 因為是千娜在開車 所以前面看到那個轉來轉去 其實是真的在陽明 在那個外雙心裡面 封了一段路 然後是千娜是真的在雨中 然後我們在開車 我們本來沒有設定那天是下雨的戲 但是那天颱風來了 對 那天真的是 沒辦法 跟情緒好合喔 對 跟情緒好合 因為你們也刮台風 對 所以你說出身後很合理 就是真的女娃什麼的 對 然後他又一直叫 他的機器人女友 那不是機器人女友 那個是 那就是你女友 那個是手機的一個決策導行員 他就是未來的世界裡有一個 等於是你貼身助理 你可以隨時把它交出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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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說 不是老爺是這個服飾的 他說好可愛 但是我覺得 那就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 我們就是 比如說 最簡單的就是 這個Siri 他就可以回答你很多問題 對 所以就 他就在生這個人的氣 不行我覺得 你會造成夫妻不和 就是 做出來太漂亮的話 老婆會問 你幹嘛選一個這麼漂亮的 那你就再換一個帥哥 哈哈哈哈 這個很多爭議啊 就是可能他很美 或者是他 你只聽他的 我們之前就沒有太多聯繫 然後 那個趙宜蘭他演的是一個 Q18科技集團裡面的工程師 對對對 所以他信賴科技是他的天性 可是 李千娜飾演的是一個自然派的歌手 所以他覺得 你為什麼要那麼依賴科技 然後他會覺得 你跟上時代好不好 你為什麼不信賴科技 你看決策 我的決策導航員 這個拉美 他每次說的都很正確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這個工程師 他就比較相信AI 然後比較相信大數據 演算法下面的東西 然後他那個決策導航員 那個Navivi又說 又對著李千娜嗆說 大數據比你 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 對 然後他就抓狂了 就車禍了 但現場其實拍攝還蠻困難的 因為就是一直有一個隱形的小三 因為你不知道導演會把這個特效做在什麼地方 有啊我有放一個寶特品 跟你們說 在那個地方 但是就是要想像有一個人在那邊講話 像我們在那個表也是要設定那個有東西跑出來 然後就要自己演 所以我們就會討論一下說 你怎麼演的 對每個人把人叫出來的方式不太一樣 然後就講 對 而且電線還常常可以把老公叫出來 咻 對 對 他是說明書 他就是 我派一個產品來 那個水怎麼樣 然後說明書 但其實他叫我的時候 我是真人出現的 雖然是影像 我其實很忙 24小時他一call我要出來 對 對啊 結果我真的很累耶 神燈 他叫的是真的是科技的 他叫我是真的要在那邊出來 對 在另外一個空間要出來 對 所以很累 你也沒講話 蛤 你平常會碰電腦這些的嗎 我當然不碰 不碰 還好 這件事很突破耶 拍吻戲耶 對啊 預告有你跟金老師有吻戲 我還清楚了 我剛剛還講 我就直接就請他一下 憲林姐 你歪 把鼻子歪一下 我好親 對不起我忘記了 你看 我忘記了 好可愛 就這個 我還好 有NG嗎?還是一次成功? 沒有NG啊 沒有,有頭一次就是太正了嘛 因為你在戲裡面是一百多歲的 有 一鄉永勝 我絕不想 絕不想 老了都已經很醜了 哎呀,別活了,別活了 不要,再不要了 那年輕人不一定這麼小 現在我就想要永生 你幹嘛瞪大眼睛? 因為他生很多 有看上這個新聞嗎? 永生他才生更多 我希望可以陪著我的小孩一起照顧他 永恆之間我戴完之後 續約給他 續給小朋友 那小朋友眼中的媽媽永遠是最美好的情形 就戴上永恆之間 你的伴侶,你的對象 會永遠保持在最美好的那一世界 那你要不要使用他 他們就為了這個情形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不可能 你明天約到老子 老子,小的老子 不可能 也幻想 什麼量子耐滅 就把你所有的都鎖住 人也不會多老 我覺得有可能 那我就老長生了 對啊 對 那得有錢啊 沒錢也沒辦法 地球資源有限 是有資格限制的 是有資格限制的 對 在劇裡面明眼 對 那其實我覺得 目前AI的東西 最影響就是 音樂 導演探討這幾個產品 我都很想買 就都很想試試看 因為就是 有這些東西出來讓我們省力啊 生活那麼辛苦 是的 有這些產品幫我們省點力 對不對 我覺得挺好的 但是明瞬不一定 沒有我覺得幫我們省力 那他可能不會幫小孩子買 我會幫他買 幫我們省力的東西 我絕對贊成 那在提升你的生活 對 那些絕對可以 但是如果真的影響到你的生活 我就不想要 好 真的有知道的事 對 像玄姐講 我也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當然他們年輕講年輕話 我們就上個中年 每天早上去 腳好像有點痛 我不想我嘗試都是這樣子 我都會很想嘗試 我覺得他是最引領風潮的人 他好奇心 像小孩子一樣 你是用現金還是LiPay 我是用現金 小孩子有信用卡 現在都用電子支付 就是沒有實體的 繼續玩一下 不用一次 還沒 不知道 我有一個 我每次用卡 還是用什麼 Online Banking 我會有一點不相信的感覺 我有一點不信任他的感覺 但我會用 我會用 但是我每次用都會覺得 會不會 LiPay Bank 我會覺得很沒有信任感 你問我喜歡用現金嗎 我喜歡用現金 你喜歡用現金 我喜歡用現金的感覺 沒有啦 我的生活不需要這麼多錢 另外一個我從以前到現在都很不喜歡的就是 在工作上的事情傳簡訊 我會很生氣 所以你打電話嗎 我一定要打電話 你要解決趕快打電話傳什麼簡訊 我會這樣子喔 我會這樣子喔 現在很多人都不愛接電話 因為電話可以馬上決定一切這種事情 是因為打字很慢嗎 不是 比如有一個緊急的事情 我傳簡訊 他剛好在睡覺怎麼辦 你要等他起床嗎 所以你打電話又吵醒嗎 蛤 我當時就要吵醒他 才叫緊急啊 對啊 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可以接受 比如說電話的發展啊 進步啊 但是有些事情 我們不能夠完全投入在 這樣子的一個科技 因為它會影響到你的心情 或者是影響到你的決定 跟你的生活的 你家裡是會科技冷落這樣嗎 比如說吃飯 不會不會 你禁止他們吃飯 我不會禁止啊 我還是給他玩手機啊 吃飯不可以看啊 吃飯當然不可以啦 有規定 千萬不要吃飯 對 因為你吃飯就該好好吃飯啊 就不應該依賴這個東西 但如果你說平時會給他用嘛 我還是會給他用啊 因為他活在這個年代 他不是活在我的年代 他老婆跟你示愛 如果傳簡訊你會生氣嗎 那些可以 我是說一些 在這些緊急工作上 很緊急的時候 很緊急的時候 要討論什麼的時候 就好像我去上班 車子 路線走錯了 要再問劇組 你到底路線在哪裡 傳簡訊我會馬上發火 那你走錯是因為 不用倒閥嗎 不是 可能塞車還是怎麼樣 走另外一條路 有司機還是走錯路還是什麼都好 我希望我的助理呢 是馬上打電話 而不是傳簡訊 因為我覺得拍戲時間很重要 都是金錢 像這類的事情 對對對 你跟老婆會跟老婆 當然會啊 這種好的科技當然要用 哈哈哈哈 請問一下 黑心盆的嘗試新科技 你最近有嘗試哪一類 我反而是一直在想說 未來可以什麼 你知道 因為畢竟我是異地戀 你知道 我都會覺得說 如果以後 你看現在已經有無人駕駛了 對 你就會覺得說 哪一天是不是就可以無人駕駛 駕駛 我就飛起來了 然後我下了班 我就可以回韓國了 哈哈 就是覺得 是不是可以以後 當有這些科技 可能 所謂的能源什麼 就是取之不盡 能源 比較難 地球資源有些 哈哈哈哈 就是有什麼熱能 或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那個就是取代石油 啦 汽油這樣子 就是可以資源 就是無限的 然後隨時 可能無人飛機 而不是每天 有固定的 搞不好 這個班機就是24小時 你隨時就是可以飛了 那如果是視訊 你可以滿足 那是沒有辦法 這是我們已經這樣的選擇 所以你 那如果能夠 像隨口隨到 你明書很出來 這樣像在Q8裡面 對 好 我現在是演戲啦 如果真實的話 可能會離婚喔 喔 對 我在睡覺也要回答他 哇好痛苦喔 你剛剛不是要把人家挖起來 我就不能挖你 哈哈哈哈 我可以挖別人 我不能把老婆不能挖 這樣不行不行 你不可能雙重標準 哈哈哈哈 因為你們兩個在合作 是不是會很開心 開心啊 對啊開心啊 都一直笑場啊 對啊 我覺得 越熟 越熟啊 越熟演戲的挑戰劇越高啊 對啊 每次一喊卡 他就說我想揍你 哈哈哈哈 想揍我 他說你那什麼機車的表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一開始就知道 劇本裡面有文系嗎 沒有 他沒有說 你沒有講劇本沒有 所以拍到沒有說 我真的心碎呀 我剛剛看我們那個片 那個片花是吧 我覺得我們這個 咱是個女生耶 怎麼拍得那麼精彩 哈哈哈哈 女生又怎麼不對 我覺得女生好像應該拍愛情片啊 或者拍家倫理片啊 或者拍家倫理片啊 但是 我一看 對 對 真的是因為 他那麼秀氣跟他講話 他好好喔 結果剛剛一片 哎呦導演辛苦了 這怎麼拍出來的 真的 是你們演的啊 拿出來的 很好 這麼表現的 所以現場即興加了問題 他跟金士傑老師討論的 覺得這場戲應該怎麼表達吧 其實我不敢 強制 強制 資深演員做什麼 沒有沒有 所以 其實我覺得以導演的性格 跟導演的脾氣啊 他在現場如果有要求 我相信演員是不會拒絕 嗯 我覺得他的正能量很好 他非常有正能量 他非常有正能量 但他不敢做那一天 即興演出這樣 你當演員就親話了 我生氣了多久沒拍吻 我其實沒拍過 從沒拍過 我們家老爺走了以後 我拍了兩個 跟金老師 然後另外一個戲 是他親我 你看我說我老爺走以後 都他親戲了 這不像話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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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不會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因為這些都是演太后 誰敢動太后 現在已經打入到那個人間了嘛 對 他親我 對 我已經失智了那個戲 那個戲我失智了 對 對 誰親呢 金老師 是金老師 是吧 是這一次 都是跟金老師嗎 就兩次 那是另外一個 那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班哥班鐵神 對 對對對 你是嘴對嘴 啊 啊 哈哈 哈哈 謝謝 哈哈 哈哈 那你覺得自己玩結婚保的感覺 哈哈 哇 這個字太重了 哇這個太重了 太重了吧 什麼 這句話太重了 晚結到沒有 就覺得自己不守復道的感覺 沒有 你看 我剛剛走 我就 人家幫我看什麼樣子 我是 他走了 我就可以演這整戲了嗎 其實 其實原先沒有的 原先是沒有的 所以是 年始家的 所以兩出都是原本沒有文戲 都有點寫的 劇本上都沒寫的 哦 都會寫 不用多收錢 哦 我們演員怎麼可以這樣 不可以 其實他們是很專業的演員 如果我們溝通過說 這場戲應該怎麼表達會比較好 那當然我是很柔軟的提出建議 但是 所以他覺得還是導演提出建議 我會說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 哈哈 你看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愛情要怎麼擁抱新鮮 嗯 我覺得不管年紀到什麼年紀 都還是 我覺得戀愛好美 愛好美這件事情 對啊 你說如果今天到了 這樣年紀 然後可能手都不想搭一下了 對啊 但是還可以看到 對啊 我看到那場戲 那個 真的 直子直手 那種感覺 對啊 怎麼保鮮 眼睛你們看嘛 嗯 好棒哦 很好 年輕人反而比較愛吵架 哈哈 因為他們有文戲啊 剛才在那個報告 對 但你們一點都不好奇你看 哈哈 要問了 感受 那你不知道他們那個比較感動嗎 那個文戲是本來劇本就有 去吃本就有 不是你家 因為是比較年輕人 所以他就敢寫啊 寫啊 對啊 對啊 所以很多 兩 兩 兩場 你很多啦 因為你還有跟我們 他還有親別 對 對 你比較多 他又不會跟這些人親嗎 男女不知 有他有跟我媽 喔 對喔 對對對 我又忘了 他們還 高慧君喔 這可以講嗎 可以吧 對 我是在一個 虛擬世界裡面 我是在真實 可是這個也是可以討論 就是虛擬世界裡面的出軌 到底是不是 對 真的出軌 對 也是 對 是情人好 等一下誰說了什麼 親子動 一個師父親子動 我知道吧 鮭魚 親子動 因為他們是要演親子動的愛情 天啊 親子動是什麼意思 對 你們好深喔 你們 沒有食物啊 就是鮭魚 然後鮭魚卵 不是親子動嗎 是嗎 是不是親子動嘛 對啊 你反應好快喔 不是就是那時事嗎 對啊 他年輕人是最年輕的 Yeah 這導演 誰 那最年輕這次 你沒有安排喔 鮭魚卵跟修甫 親爆 有啊 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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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鮭魚卵第一次拍文系 不是 但是就是 因為就是蠻常親 然後導演也有加文系 好可愛 劇本裡也有寫 越年輕我就越敢 對 導演就說 欸我覺得你們等一下應該要親一下 然後我們兩個就對視眼 喔好好好 難怪他在這裡進一步說話 等一下聽我講 我那比較多 對 大家夠了嗎 今天夠了嗎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